美白最好 哈囉各位FG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可老師 從事彩妝多年的我呢 常常有人會問我說 該怎麼樣好好照顧自己的肌膚 並且解決膚色不均的問題喔 所以說呢在今天的話呢 我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如何讓你的肌膚成為完美的淨白美人喔 通常呢晚上呢是進行美白最好的時機喔 所以說呢建議大家可以在卸完妝之後呢 第一個步驟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先使用溫和的洗面皂 因為呢它可以洗去臉上的這個油脂跟汗水 而且非常溫和不會殘留 之後的話呢接下來第二個步驟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使用這個美白潔膚水的部分 那美白潔膚水的話呢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喔 就是其實我們在擦潔膚水的同時的話呢 建議大家可以使用擦拭的部分 因為其實呢你在擦拭的同時的話 它可以幫你做去角質 那接著下來呢在擦拭的時候要注意一個小重點 就是我們要先從T字部位開始 因為其實呢亞洲人的話呢 都會是屬於比較可能型的肌膚 所以我們先從T字部位的地方先擦拭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再帶到我們的雙頰的地方 最後的話再帶到下巴 這樣子就可以了 接著下來我們就可以利用到這個 基本透白的精華液的部分 那我們先取適量的精華液喔 可以選擇呢有增加了這個防禦性 可以增加皮膚抵抗力的這個精華液的話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說呢其實像這一次呢 老師所使用的精華液 它就有添加了這個亞洲珊瑚草的成分 最主要的話呢就是可以幫我們的肌膚 提升很好的防禦力 並且呢加入了鈣的衍生物喔 可以讓我們的肌膚呢 達到一個非常好的保濕的效果 那再利用去黑相母精華呢 幫我們的肌膚呢把比較大塊的黑色素打散 之後呢再把它變得越來越小 然後到你的皮膚呢完全的透亮為止 好那在擦精華液的時候呢 其實呢建議大家可以帶一點點按摩的動作喔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它可以讓我們的精華液呢非常確實的 而且呢快速的滲透到我們的皮膚底層 哇有沒有發現皮膚馬上就變亮囉 接著下來呢我會使用基本透白的保濕霜 因為其實呢如果想好好的把美白成分 鎖在我們的肌膚裡面的話呢 接下來的保濕的話呢 就是一定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喔 通常呢妝前的話我會選用隔離霜呢 來為妝前做一個打底 那其實呢建議大家可以選擇有防曬系數的隔離霜 我今天所選用的潤色隔離霜呢 它本身的話有很好的防曬效果 只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因為它還有潤色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輕點的方式 先把隔離霜點上去 接著下來的話呢再把它輕輕的推開就可以了 那其實呢這一次老師所選用的隔離霜呢 就是特別呢在今年的話呢 把PA兩個加增加為PA三個加喔 全面的防護讓你的美白更是做到滴水不漏 那其實呢在底妝的方面的話呢 我會選用呢比較細緻的粉底 那而且呢最好是有添加了防曬系數的 因為這樣子呢讓你在外出的時候呢 它的整個防護的話又再更多加一道 那像我今天所選用的這個底妝的話呢 它本身就有非常細緻的一個粉末 而且我們在使用的時候的話 會建議大家喔要用輕壓的方式 那這一款的這個美白粉餅的話呢 它是一樣有防曬系數 而且呢它還有多添加了PA兩個加 而且細緻的粉末跟維他命C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肌膚呢在最後一道 也能夠完全的幫你做好美白 擁有了淨白的肌膚就像一張美麗的畫布 最後的話呢我們只要再稍微加上一點點的彩妝 就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喔 其實呢成為淨白美人呢一點都不難喔 只要你選對產品並且呢 持續的對你的肌膚做好照顧的話呢 相信你在今年夏天呢也可以呢 輕鬆的成為一個淨白美人